今天白宫终于官宣了 中美两国元首15号将会在加州旧金山湾区举行峰会 这段时间以来美方都是抢着发消息 那么在9号白宫的匿名官员就这一次峰会举行了一个吹峰会 双方究竟要谈什么又期待达成什么成果呢 今天就为大家送上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白宫最新资讯 白宫的这场吹峰会释放出了三大信息 首先就是峰会的形式将会效仿去年的巴厘岛峰会举行多场会晤 上一次巴厘岛峰会双方是谈了超过三个小时 预计这一次时间也不会短 那么白宫的数据统计说 这次是拜登上任之后中美两国元首第二次举行面对面的峰会 也是两人的第七次互动 而且拜登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说他与习主席的私人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两人相处的时间也超过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美之间呢是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 王毅主任和白宫的国王顾问沙利文进行了三次会晤 还有美国顾问清美国财长美国气候特使都访问了中国 然后呢在十月底我们看到王毅主任访问华盛顿 现在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李峰和美国财长耶伦正在会谈 那么中美气候特使呢也刚刚在加州结束了他们的会晤 而且啊就在上周中美还罕见的就和军控问题进行了对话 其实呢这些各层级各领域的中美之间的对话 都是为下周中美两国元首峰会铺路 那么白宫春风会释放的第二大信息就是 这次会谈会谈什么 白宫官员预计说两国元首在此次的峰会中呢 将会就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 包括恢复中美军事对话进行沟通 白宫还强调说 拜登现在是有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两军关系的这个沟通渠道 此外呢双方还将就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性议题进行沟通 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有巴以冲突 另外呢在中美利益一致的领域呢 双方也会寻求合作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跨国挑战上面 那么可以这么说啊 这次会谈的内容将会是非常全面的 那么在中方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啊 白宫就表示拜登呢会向中方重生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 这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 而在美方关切的领域 比如说南海争端还有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人权等等啊 美方也会提出自己的关切 那么白宫吹风会呢还释放了第三大信息 就是会晤要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白宫官员就说这次峰会的目标 并不是要达成一个很长很长的 这个可交付的一个成果清单 而是要管控中美之间的竞争 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 因此啊美国的目标是要创建一个成功管理困难 并且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 基本上呢这也是现在华府对于中美峰会的一个广泛的期待 就是保持对话降低风险 那么从上个月王毅主任访问华盛顿到下周即将举行的这个元首峰会 我在美国的一个感受就是 双方都在为促成这一次的峰会来营造气氛 但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 通往旧金山不能是只靠自动驾驶 峰会的成功需要排除干扰 其实呢一直以来在华盛顿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就没有停止过 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的这个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13名共和党人 在8号就置信拜登说要敦促他对话强硬起来 而且啊这些议员还声称说如果中国不满足美国的要求就要停止接触 但是呢在华盛顿其实也不发理性的声音 今天啊我就听到了两位参众议员 他们不仅支持峰会而且还鼓励中美接触 扬高烈对中国人的反应对中国的反应 的算机对退市人发展 但是我们继续 tree也不想继续找接受可不其他地方 然后呢找出这些准备 首先是一切之一的那我们都希望做 并不是那大件事 但是我们想继续这种反应的关系 什么我真的恐懒了 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多一些这样理性的声音 中美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周的中美旧金山元首峰会 也请锁定并如看美国 我们下期在酒精山见